都不会做简报或者预做准备 都是这些年观中的问题 所以如果有手机的话 请连到slido.com slido.com 那如果没有手机的话 请提醒做您左右的人连到这个网站 那连到这个网站之后呢 你可以输入一个数字 数字就是今天的日期 就是Eber 那输入之后呢 就会到一个秘密的聊天室 我们通常在做个民主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个实名之人重要 投票的时候不能贯票啊等等 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角 并不是政治上的决定 今天主角只是思想 所以呢是欢迎大家匿名的 就把想要问的问题 或者是想要分享的事情 就直接的写到 这个slido的这个系统里面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在我站在断鞭峰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里面打资了 这是一个好处 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别人想问的 我想讨论的 然后你也想要问或者是讨论 那你就按赞就可以了 那赞你的数量比较高的 就会一直浮到上面来 然后那我们就可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我就可以拿这些去问台下的这些发言人们 那或者是像其他的就是意见这样子 那所以我想我这边就先测试一下 这个果然就能够这样一个评价 那这个意见其实是我刚才在Facebook上面看到 然后听众里面有一位叫做宏志正的一位朋友 他在里面听讲的时候 应该在Facebook上面发了这样子一个信息 就是说其实台下应该有更多 很多更厉害的思想的人 那第二段其实是从另外一段来 就是他说台上的这些有厉害思想的人 这就可能并不是主流 并不能够有效地影响社会 那他希望有一个更有效的可以影响社会的方式 然后他并且认为说这个活动对他来讲太吻合了 那所以我想就是说 我们既然是叫做这个让想象力夺权 那或是真的是很鼓励大家 因为反正你也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问题 所以尽可能的把就是比较激烈的 你想要问讲者的或者你想要问我的 就尽量连到slido.com 然后去入125 然后我们就尽量的可以在上面进行一番讨论 那大家还在想要写什么的时候 这个根本没有给我视线 马上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对所以这个呢 我想这是还蛮好的一个demo的一个测试 就是说其实我们引进这些科技 它不是什么大数据 你只要在一个电脑里放的下来的都不是大数据 它也不是什么人工智慧 它是一个简单的图调系统 那所以这几件事情其实并没有任何 刚才大家讲的什么过度透明 这个在之 这个文明粹之处 这准确就是让大家可以省一些时间 在麦克风还被点赞同的时候 这个来写一些字的这件事情 好那所以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台下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厉害 所以我们就让这些思想有这样一个舞台 我一直觉得舞台的主角是思想 不是我们这些人 就是思想的载体 好那我们现在就就开始了 以一个民主国家来看 请问各位讲者如果看待今天的场地 对于这个独裁者的纪念 那稍早立军就是我们部长来这边分享 说日前有德国的官员来这边看到这个同像 觉得有些难过 这个其实已经上新闻了 那想问说这一次的来宾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那因为已经在开场之后 可能有讲过说 我们目前在空总有一个文化实验室 那其实我们每个礼拜 礼拜三从早上十点 上到晚上十点 都是在那一个新的空总文化实验室上班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意有危机很想聊的话 欢迎礼拜三来找我 好那所以以上是串场 那相信你长生已经开始有一些想法了 所以我想我们就直接开始成了一个风 我们是不是从国外来的讲者开始 就是说我想问大家的翻译其他两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是说 就是你对这一个场地有没有什么想法 然后以及第二个是说 你对我们今天这样子使用这个场地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们可能就是会像我们到A期区一样 就是去看一些超级大的好好的雕像 然后但是当然就是要等一千年的缘织 我们现在的问题当然是说在现在 从现在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中间经常 或者是说对于小学士的同向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看待 我觉得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这里 出办的这个试验事业 这种颠覆的做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所以我们可以从颠覆的角度去思考 如果是中国基因来有关的情况 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认为其他提前来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阶段里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有可能会认为赛离的情况下 但当时时有时常在所发生的情况下 但是因为顺利地的情况下 今天我们要重来看一边看看 做出的事情,做出的事情 而有另外, 可能需要得到自己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 也有所在所思的 我也认为 这个很大的 立刻 的江远烈 要看到的 observe 个视频 在调查的观看,提问,要有真正的答案 是最好适合的标准的标准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调查的标准的标准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调查的标准的标准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调查的标准的标准的标准 进行一个公寓比较有关的标准的标准 但是,同时,她在当皇帝人那个时候 她也做过一些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 而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事情 可以客观地带来一种具有所历史的深度的一个看法 我感到很難看 我感到很難看 在一件事中 不像我文化 所以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 非常外面 我回顧 我回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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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些设计的多数据的军争, 在北京的盟子上那些, 不是一个历史的故事, 因为这些征迹军的故事是在正在里面的版本, 就是已经是出性的词。 我认为这些是很可恙的, 是他们在里面的努力。 今天,不举人,不举人的节奏。 但后来,我认为, 在回覆了的故事, 这会是很值得知道 在哪里的一生 不过这些人的一生 不过这些人的一生 所以这些人的一生 也会让他们想起来 他们想起来 他们想起来 这些人是有一个 这些人的一生 Lassane先生 他先生说 他对于台湾的历史 我看他身为一个局外 他比较不好做太多的评论 不过他想到的是现在在美国南部 他们正在重新的思考 就是一些南北战争时候 南方的将军政治领袖的雕像 要把他撤掉什么 对他来说他对这件事情的思考是这样 他觉得其实民主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 那只不能够假装看到一些事情 特别是遗忘自己的过去的 那么所以或许我们也不应该全部 把所有的危险上征都撤掉 好像我们的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么适度的提醒自己 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后去正面的去看待他 去损失他 检视他 或许也是一个健康的态度 好 等一下的李特光 是什么想分享 现在有麦克风 谢谢 OK 这是我认为非常详细 这种情况显示了 Ruminum的脑袋 你应该知道 因为每一位 实在他管制的 我认为共同的脑袋 我认为共同的手法 我们一位共同的機制 他们发行民点 根据民主动作为民主动作用 但是他们说是 就可以回经典了 然后那些优化害 那些优化 那个参与了 与于对邦内 这种情与的 率izing such a dictatorship brought about new democrac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n countries and supported by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trying to actually bring such a liberal democracy to succise дорог of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使用这种形式的形式 这就是语言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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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要明白这种形式 语言 不只是很暴力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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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不是普通的概念的, 但是有所谓的概念 的最后的美国的美国的美国的标志。 所以我们需要的支持, 是国家的国家, 然后是国家的国家, 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国家的国家, to the kind of idea for Asian democracy 我看一个朋友想快速总整一下 已经翻译不正好 那我快速总整一下 其实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吊诡 其实我们现在所讲的民主化的过前 当然现在大家对民主有一些想象 但是在东亚国家这个想象 其实并不是在东亚国家的文化里面 本身就已经有的 它事实上是在冷战的家族之下 然后事实上美国的世界各地 都是靠着扶植 其实并不是很民主 但是嘴巴里讲着民主的这一些 可以说强人们 然后去碎行它在那一个 敌人政治底下一个格局 但是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些 再进一步的民主审划或推翻之后 反而都到影响了 就是目前看起来相当民主的 就像当时一张世界地图上面 显示出来的相当民主的这个情况 那所以重点是把这个历史本身 把它脉搏化 并不是把哪一个中间的部分去做遗忘 或者去做否认 而是说知道我们是怎么带来到这一步的 以上并不是很标准的反应 但是先成长了 OK 那我们就下一个问题 有29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请问科技本身持续发展使用 会不会造成某种科技的精英主义 如何确保科技造成平等 或者甚至不只是平等 而是因为平等的意思是说 大家就是机会均等等等 但是其实大家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的取来说 那我们要陪力更多的弱势 就是说培养这些弱势 让他们都有更多的自主权 而不是好像被拥有科技的这些人所代表了 那这部分我就稍微业配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 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 这也是想被口爱的讲者听的 就是台湾的地理结构 让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去拔 好比像说宽屏网络 好比像说各个偏向不同的 这些数位的机会 或者是一些揭取的方式 或者是因为我们宪法保障的 交易预算等等 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要做到机会上的均等 让科技不管是人工智慧 或这些东西 让每一个小孩或每个偏向 都能够接取到 在台湾是相对上比较容易的 所以说我们好比像说普及率到 百分之九十几 这个四几到九十八 那剩下的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 我们用为大家的税金 用为特别预算把它补上 所以在台湾 其实我们是对这个 就是科技不能再造成 社会更多的强弱 是这个撕裂 总是非常非常看重的 至少没有哪个政治人物 敢这个说 我就是要倒入科技来 就是让一部分的精英 这个属在这个政治 其实政治非常非常不正确 在台湾的一个说法 但是毕竟我们不是只有 台湾的社会情形 也有各个不同地方的思想 所以我也想问说 这个就不是不一定要唱麦克风了 就是哪一位有没有想 也包含我们国内 讲解 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 或者是想要说的 关于科技精英主义 以及反过来科技 作为特别的可能性 请不含 而,你不光是在华晨,但也有些人, 但是,如果有生意心的情节, 你要的游戏, 是很困難的, 在一些公司的游戏 在一些游戏的游戏 所以,不像是一件事, 我的游戏是一件事, 我有一些许戏, 我有一些许戏 是在达民的游戏 以此,我会想到很少, 这些技术、这些科技 它是不是能够公平的 当一个人都去享用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比方说就是当我们常常去谈到 参与是民主 参与是民主 它其实是需要那些非常有时间的人 它才有办法去加入 所以我自己有一个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要去报表的 我自己有一个要看到的说法 就是参与是民主 那些是给那些有钱的人 但是有闲的人可以去进行的一种段式 在对教育上的关系 在教育上的授与会 是没有技术的 技术的技术 是没有技术的技术 是用技术的技术 在技术的最多的困难 是那些人最强的技术 是用技术的技术 但是这些技术的技术 是用技术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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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技术 lab 是我们可以洗派十几 Jackson 以至于这个项目来说 когда工程中的政府 是给最多的数据 就是说这个科技产品取得的这个可能性 它不是带来最多的这种不公平的地方 比方说在法国有些教育出现非常多问题的地方 他们可能是拥有非常多的资源 他们可能是拥有非常多的这些科技的资源 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说 当然包含到比较深度的是 如果去分享这些资源的问题 当你拥有这些资源 你不晓得怎么去分享 它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和回大海的新的不公平 所以在教育的考虑里面 就是这种属于科技 这种属于资源的那个问题 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刚好最近就是在讲社会企业社会创新 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个 其实我非常同意这位的观点 就是说新技术出现的时候 台湾之前的叙事常常都是说产业创新 就是说我们的产业要怎么运用这些新的技术 但其实这并不一定解决问题 它就像社会说的它可能造成问题 那我们在说社会创新的时候 其实同样是新的技术来 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用它来 改变人员之间的社会上的关系 或者是用更有效率的方法 来运用彼此的时间 像这种技术 那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解决问题 而不是只是创造问题 那不晓得这边其他的讲准 或者有什么讲 如果没有我们就下一点 OK好 我们还有十分钟 下一题是教育 教育所代表的公共性的意义 是不是随着自学教育或者实验教育 因为自学教育和实验教育 它后面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参与这个的学习者 他是主品 他是主角 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就表示说 那这样每一个学习者 接收到的都是不太一样的价值 我们也许照顾了多元的价值 可是他是不是就 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想象 或者一个共同价值的传递 就是他本来的公共价值的特性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被削弱了 这不一定是教育所这样子 每个人都可以 我认为 所以做了计计算, 要计计算是重要的 以我计算是仅 writer 人们能随得 ovan的计算政府 和唯án 和自由 我计算的 怎么样 不如创业 突然永续 和有10个人 有我计算 của 到立서所 有 uses 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让孩童有能力 有办法去创造他们自己一样重要的这个价值 然后学校的那个目的是让孩童 他有机会有能力去创造 他会拿自己一样重要的价值 我并不认为教育就是像是从天而降 就是有一大堆的价值的东西 我们就是要直接传递到孩童的身上 所以有关于公共或者公共性的这个问题 或是一样重要的 所以如何让孩童有能力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属于 他们的价值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我可以绝对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可是刚才讲到两个重点 一个是说学童有自己创造自己价值的这个自由 那第二个是说他在学校这个场地跟其他人共同创造 这种自由跟共同创造 你不觉得也是一种公共价值吗 他们可能有机会和公共同创造 clarity 在学生日时期有充分在法素里的 individually对 它 veut dire que 在开火的旅行 是好 it He 是在开火的旅行 它是已经 在开火的旅行 那是说什么 我认为 这种旅行 这种旅行 一些特别的旅行 一种旅行 Од人 需要 在乱行 还有这个自由,有这个能力,能够再去创造跟自己自己的强制的时候,自己就必须必须能够信的意义,而且这是我们可以说自己的特权,这里不是所有的爱人的能力。 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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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选择,必须要接受,因为它是一种选择, 它是一种选择,它是一种选择,它是一种选择。 我认为,我认为,很难, 认为一种选择,它是一种选择的选择。 有一个选择的选择。 如果是一种选择,它会完全选择。 它会完全选择。 我好像今天一直都在扮演这种选择, 准备反面意见的人,所以我了解出来的关键程度。 实际上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举一个最简单的意思的语言。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必须要去服从的。 因为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要去学习,我们要去计划它。 其实是需要经过一个服从的学习的过程。 但是这个服从并不是目的, 真正的目的是当我们可以掌握这个语言的时候, 我们可以藉由这个语言去创造,去带来, 就是说我们要去追寻的,就是表达能力跟自由等等。 所以我要强调的事情是说,在教育的这个过程里面, 它并不是全然就是放任跟自由的, 它实际里面有一些过程,有一些程序,包括服从等等。 但是它是有一个更高的影响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里面的这些部分。 就是在创作之前的,在有艺术之前的技术的层面。 当然有个朋友举手,是不是很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自学,因为我现在38岁了。 自学三教育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很遥远的东西。 因为我是在保密,我小学的时代是保密防别人,没有这个时代。 然后,可是我现在,我现在的人生历史,就是我自己会去做一些, 我虽然是心理学毕业的,可是我自己平常的工作非常的复杂。 就是我有在做头绪,然后自己也在做重点。 然后,可是我生长的,其实我的工作是非常的多元化。 然后,可是这个其实是一种反动。 然后,之所以是这样的反动,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要选类型的时候,我社会类型的分数都是80几分。 可是我的自然科的类型,物理化学类型都是80几分。 然后,我的第一次地理,国文、英文,都是六十几分。 可是我的兴趣是在社会主。 然后,我要选社会主的时候,我妈是完全的对我选社会主。 所以,我是被逼的选自然解决。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台湾教育, 我不能说它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们要怪谁,什么东西。 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是这个体系的产物。 我还不能讲说,我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 虽然我还想这样讲。 可是,毕竟人还是要走出自己的路。 对。 所以,我觉得演化成我现在这个模式。 然后,我后来发现说,原来自学这个东西才是真正让我们知识可以拓展的可能性, 才是最高的,最有效率的学习方式。 我们不管想想看,就是说,我们的英语教育,像我那个时代的话, 是从国中开始学习三年,高中三年六年,大学再四年十年。 十年学了一个语言,可是好像学得不太好。 可是,比如说,你学台语,你会台语的人,是自然而然会学台语。 学校叫台语吗?学校没有叫台语。 对。 那,我想喜欢说,就是在座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自学的话, 那我们,不是很可惜吗? 对,我的意思,其实我只是想要表达我自己的想法,不是一个问题。 谢谢。 我们看到这个系统有自我规制的这个能力。 OK。 因为剩一分钟了,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推药,这样就回答了。 那我会以这个之前学美国教科法会委员的身份回答一下。 好,就是说,在我们新的课纲,就明天要上落的课纲里面, 想要学台语的小孩,不管他在台湾的哪里,他是一定可以学得到的。 那,同样也适用在任何的客家话,或者是其他的甚至包含新著名语言, 或者我们本来的一个著名族语言等等。 那我想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但是,它呈现了我们在关心教育,就是国立教育制定新的课纲的时候, 一个很基本的精神。 就是我们把自学和实验教育这十年以来, 释出来的科兴的好的部分,包含多元性的部分, 包含自发的互动这些部分。 一次的整个移植到关心教育,就是国立教育里面。 那当然实验教育也不都是成功的,大概一大半是失败的。 那些部分就很感谢他们帮我们托了学费, 然后我们就没有把它移到国立教育里面。 那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在新的课章里面, 其实刚好最后才有讲的,有一个结构是非常正确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大考中请问, 我们把课章,把老师,把师傅推训, 这些都解决了,教科书什么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如果家长,他还是要有一个, 就是小孩是我的理想的预生, 或者是小孩是我的未完成的东西的实现, 或者是他对小孩,就是一些想法, 而不是他自己的价值, 而是这个比较工具性的一些想法的话。 那我们在新课章规划这些东西, 很可能他还是没有他完全实现。 就是这个自发的理想, 它是建立在就是家长能够一定程度上放手上面, 变成小孩的陪伴者,或者是学期的人。 那这个不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这个必须要大家一起有这样子的想法。 不好意思。 那有位朋友问说, 有没有想过推行父母的义务教育? 不要救救我们的上一代, 不要让他们输在终点前上。 那我觉得算了。 那我觉得台湾现在是一个比较接近于ageless, 比较接近于武林的社会。 我们的重生教育, 我们现在说把大学当作一个资源, 想到的人就去用, 社区大学的普及等等。 其实一步一步的在接近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但是如果大家对这样子时代间的和解, 或者是真的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知道我们之前很多会这样子对这些都有一些论述。 也欢迎你再回到网络上找一个论述。 主办朋友,我一定要准时结束。 所以我们就感谢大家一起度过了精彩的一天, 一起到了1月26日。 好,那就先这样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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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